这个季节必吃的八道家常菜 全家人都赞不拒口 第一道 现在正是吃土豆的季节 我做梦也没想到把它做成椒盐的 是我见过最好吃的做法 先把树上摘的土豆切成狼牙刀 再放入蒸锅上气蒸十分钟 由热下入蒸好的土豆 小火慢煎 一个红心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却能让我开心一整天 这个视频你就帮忙点个免费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辛苦大家了 把土豆炒至八面金黄 调味只需放入一袋蒜香蕉盐粉 味道好吃价格也很划算 九块九就有五袋 最后放入洋葱丝和韭菜 随便翻炒几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椒盐新吃法 椒香四溢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二道 鸡翅不要总是做可乐了 今天分享我家三十岁孩子都爱吃的椒盐鸡翅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八块一斤的鸡中翅 打上花刀 加葱姜 料酒 半勺生抽 适量和油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椒盐粉 每次只要放半包 不管是做椒盐虾 椒盐排骨都特别好吃 抓拌均匀 颜值十分钟 再打入一个公鸡蛋 一勺淀粉抓匀 我每天都在认真教做菜 可否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星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油热下鸡翅 一定要小伙伴煎三分钟 这样鸡翅才会受热均匀 真的太香了 快收藏给孩子做起来吧 第三道 在饭店做了三成人的黄焖鸡 轻轻悄悄地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做黄焖鸡就用鸡肯肉 油热炒香香蒜蒜 盗鱼汁炒精炒到表面微黄 盗鱼泡好的香菇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顿黄嫩酱 它是大厨根据比喻炒最好的 炒出炸香味 盗鱼泡香菇的水温煮十分钟 盗鱼土豆再煮七八分钟 最后盗鱼青红烂焦收的汤汁 拌上米饭真的太好吃了 第四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排骨满回来你就这样做 真的太香了 连汤汁都能拌三碗米饭 排骨冷水下锅 放葱姜料酒焯水捞出 用热水洗净倒入锅中 炒至表面焦黄 放姜蒜干辣椒和泡好的香菇 再倒入一包黄嫩酱汁 倒入泡香菇的水 扣盖中火炖三十分钟 放入苦豆胡萝卜再炖十分钟 最后放入青红椒 大火收汁即可 一锅香喷喷的黄嫩排骨就做好了 配上米饭大人小孩都爱吃 第五道 我老婆闺蜜特别爱吃蒜蓉花甲粉丝 但我们从来不去夜市吃 因为自己做真的太简单了 两块一径的花甲 放盐和少许食用油浸泡十分钟 这样吃的时候就没有泥沙了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能让我开心一整天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锅底垫上洋葱 金针菇 娃娃菜 老婆闺蜜泡的粉丝 孩子爱吃的火腿肠 倒入花甲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按照比例熬制好的蒜蓉酱 有辣的和不辣的 用来做蒜蓉茄子 蒜蓉生蚝 都特别好吃 再淋上一圈生抽 半碗清水 后盖焖煮三分钟出锅 撒上八十八粒葱花 这样做的蒜蓉花甲 真的太香了 做多少都不够吃 第六道 每次老婆闺蜜来家里做客 我都会做这道蒜蓉粉丝 金针菇大虾给它吃 有法简单 好吃又好看 记得收藏哦 十块钱两斤大虾 先冷冻半小时 拧掉虾头 这样虾线很容易就拉出来了 再手指捏着一推 拿着尾巴一拉 轻松去壳 在背部开一刀 不要切断 用清水洗掉虾线和脏东西 一个小红星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是对我而言 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 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盘底垫上粉丝 放上金针菇 整齐地摆上大虾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大厨熬制好的蒜蓉酱 吃过很多家 还是他家的味道更好 一瓶可以做很多个菜 水开上锅 大火蒸六分钟出锅 淋上一圈生抽 撒上葱花 浇上冒烟的热油 激发香味 做法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的话 您就点个关注 收藏起来试试吧